咚咚咚咚 英雄技巧语细节 哈喽大家好 欢迎小伙伴们收看新一期的技巧语细节 你们帅气迷人小一个个 我又回来了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当前版本辅助位置上T1级别的坦克爸爸 深海泰坦 诺提勒斯 说起泰坦 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笨重 这一点从他慢悠悠的走路和攻击动作也可以直观地看出来 但是本期的内容会刷新你对泰坦这个英雄的认知 依AQ甲动作 在说这个技巧之前需要大家先了解 泰坦的被动是第一下平A目标附带伤害和定身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第一下附带被动效果的平A有区别于之后的平A 攻击时有一个抬手往下垂的动作 而且这个动作的后半段是不会被我们取消攻击所打断的 在我们平A第一下的被动效果落手动作时 朝着其他方向使用Q技能 同样不会打断这个动作 这里打木桩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 泰坦在垂木桩时突然从屁股后面抛出一根穿毛 对比一下常规的抬手出勾动作更加的出其不易 而且对方是不可能从我们的动作中判断出我们出勾的方向和真正要勾的目标 诶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防不胜防 再看下面这段素材 这里中路泰坦准备推线进塔 对方半学寡步过来补线 虽然我们和对方是面对面 但是对方一定会提防我们的出勾动作 通过走位来躲避 这时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菊花出毛之术 诶 先假装自己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平静地走过去A小兵推线 趁对方戒备之心消失 突然从菊花掏出一根长毛 勾住他一顿揍 给上点燃后回身继续推兵 口中默念大海无量 我爱和平 2 鬼术妖坦之而闪 为了做这期内容 小鱼哥哥我最近也没少看泰坦的操作 急紧视频和直播 发现大家对泰坦大招的理解 还是停留在用大招击飞对方单体英雄 再或者比较会玩的玩家 也只是使用大招选择较远目标 尽可能在大招咚咚咚的路径上击飞更多敌人 但其实泰坦的大招隐藏了很多 鲜为人知的操作技巧 那就是而闪 泰坦在使用大招时同样跟被动停A一样 拥有一个抬手的施法动作 而第一波的击飞效果是在落手动作时才出现的 我们在使用大招时可以通过闪现 来调整自身位置和施法方向 从而改变大招咚咚咚的路线 来更多的命中敌人 也可以在有些时候对方扎堆站位 我们果断使用而闪 不给对方分散开的反应时间 直接瞬间全部击飞 这两个情况就是经典的而闪击飞流人 和先手开团方式 为了打这两个素材 我们献计了一名素材军 你们难道不考虑三连纪念一下他 3AR和QR 我们刚才说到耳闪的使用 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 小鱼哥哥那我要是闪现在CD使用大招还有什么别的技巧吗 当然有 这里就为大家讲解AR和QR的使用 AR的原理和AQ一样 也是用到了被动的平A动作效果 在平A落手动作时 大招选择范围内的其他敌方英雄 虽然我们从画面上看到 泰坦是在平A攻击 但是人物模型突然转身 朝身后给出大招 而且系统默认判定AR的起点 依旧是攻击时的方向 这样在实战中不仅可以用平A的假动作 迷惑对方 还可以将大招命中前面的英雄 做到最大化的利用 而下面的QR相对来说 就更加的华丽胡哨 泰坦使用Q技能出勾后 在还没有勾中目标时 是可以使用大招的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Q技能做位移 来灵活的调整大招的出手位置 相对简单的一种玩法 就是先勾某个英雄 然后给另一个英雄扔大 这样等我们二段Q过去时 第一波出现 这样两个英雄都会被击飞 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中 泰坦我勾我自己的同时 把大招给到石头人 双飞对方 协助队完成击杀 冰杰的玩法则是几何QR 是利用Q技能勾人或者是勾强体 帮助自己位移 来控制D波的产生位置 更多的击飞敌人 需要根据实际团战中 对方的站位灵活变通 如果你数学理论知识比较好 什么几何瞎子几何酒桶 统统靠边站 各种角度QR 让我鬼术妖毯 送对面五个上天 好了本期的技巧细节就到这里